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睿替大家帶來精彩的英雄故事 今天這支影片啊 特別了 是我們扇子團啊 引頸期盼的9月份會員票選人物啊 公布投票結果前呢 先簡單介紹一下喔 會員票選人物呢 是頻道近期的新企劃之一 雖然英雄說書是以歷史為主的頻道 好像內容很單一喔 但實際上呢 古今中外可以講的東西太多太多啦 目前挖出來的坑呢 已經坑坑相連到天邊 為了讓大家呢 更快聽到想聽的人物 我決定呢 每個月在YouTube社群那邊 開一個英雄投票箱 讓VIP扇子團的夥伴們呢 票選出最想聽的人物 當然每次投票主題都不一樣喔 好比說上一次呢 是三國後期的冷門武將 下次呢 可能是先行兩漢人物啊 又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 西方古典時期的將軍等等 就是一個轉蛋池輪替的概念啦 所以啊 我要在這裡呢 特別感謝四百多位英雄說書的頻道會員 謝謝你們用每月小額贊助呢 讓我們頻道有更多資源改善拍攝環境 也讓啊 有人物選擇困難症的我 省下不少決定主題的煩惱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有在下方的留言區 看到那些名字前面有扇子圖案的人 不要吝惜喔 幫他們點個讚 這些呢 都是頻道背後的大工程啊 如果你經濟狀況有餘力 也想要贊助一下我們的頻道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加入會員按鈕 或者參考說明文字的連結 當然啦 不想花錢的人 按一個訂閱打開小鈴鐺 都是很實質的鼓勵喔 好 那這邊呢 就要來公布九月份的投票結果 前三名呢 分別是 陸抗 文秧以15.6%並列第二 而蜀漢狙濟將軍夏侯霸 以20%的得票率成為本片主角 究竟服務過曹氏與劉氏兩家王朝的夏侯霸 他人生有多少曲折風雨 我們繼續聽下去 要講夏侯霸的故事呢 有必要幫大家整理一下他的家族樹狀圖 我們在曹仁的影片中有提過 曹氏企業中的兩個明星團體 一個叫做吳子梁將 成員是屬於外姓降臨 另一個叫做八虎記 成員和曹操都有攀親戴固的關係 一次排開呢 你會發現 八個團員中只有兩種姓 姓曹 或者姓夏侯 姓曹的人大部分就是曹操的堂兄弟或者子職輩 這很好理解 但夏侯家又是怎麼回事呢 常見的說法呢 有兩種 一種是曹操的老爸曹松 本來呢 是夏侯家的人 後來去給宦官曹藤當養子 然而這個說法主要是出自於曹蠻傳 有不少人認為真實性存疑 包括承受呢 也留下莫能省其生出本末的評語 簡單講啦 就是證據不夠有力 另外一種我個人比較傾向的猜測是呢 曹操與夏侯敦他們都是同鄉 在上一代呢 曾有姻親的關係 不過這部分喔 同樣在證實裡沒有詳細記載 但可以肯定的是呢 曹操的下一代和夏侯家 結成親家的紀錄就多了 而我們的主角夏侯爸 恰恰就是這樣的例子 夏侯爸自重拳 他是八虎記當中虎部官佑夏侯淵的二兒子 而他母親呢 則是曹操的七妹 兩家關係啊 十分密切 夏侯淵的故事呢 大家聽過不少次啊 他在漢中之戰遭到劉備手下大將黃忠 舍身突擊 壯烈戰死 而夏侯淵死後呢 夏侯爸一心想要 逃發蜀漢 為父報仇 公元230年 虎豹大將軍曹征 奉衛民帝曹瑞的命令 帶兵想從紫武谷進攻漢中 夏侯爸呢 當時就擔任先鋒 無奈呢 天后不佳 加上諸葛亮防守嚴密 最後呢 只能曹操撤兵 但夏侯爸沒有死心啊 14年後呢 又被他等到了機會 公元244年開始 魏國再次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這個時候呢 帶兵的是 珍稀將軍夏侯璇 觀眾朋友對這名字可能有點陌生 我們再次展開家族樹狀圖 夏侯璇的爸爸是夏侯尚 夏侯尚的淑父是夏侯淵 換句話講 夏侯璇就是夏侯爸的堂職 今天這個影片就是一個夏侯家族大團圓 話說呢 這一隊淑子倆連手進攻了幾次 但都被淑漢的江維煽動槍族部落叛變牽制 導致無功而返 值得一提的是呢 當時曹衛西邊戰線 還有一位名將作證 前將軍郭懷 郭懷的完整故事呢 未來我們會有專門影片聊 今天就說和主角有關的部分 網路文章上面長寫 郭懷與夏侯爸不合 這個說法根據是出自畏略 但到底是怎麼個不合法呢 三國志畢竟不是八卦雜誌 沒有給你太明確的線索 我個人只有找到兩個可能的原因 其一 在開頭我們講到夏侯淵陣亡的那場漢中之戰 其實當時郭懷仍在陣中 不過他因為身體不適沒有出戰 等到夏侯淵死後呢 才出面穩定秩序 其二呢 後來夏侯玄攻打蜀漢 郭懷擔任先鋒喔 結果發現風向不對 就以保全軍力為理由 技術性撤退 這兩種說法都有收在郭懷列傳中 不排除呢 有為了保全列傳主人的面子 所以故意輕描淡寫的可能 但大家將心比心啦 站在夏侯爸的角度想想 他會不會覺得 郭將軍 我爸那次你生病 我侄子這一次你又提早退席 你是不是專門在搞我們夏侯家 而這個心結呢 其實也間接的導致後來 夏侯爸離開曹魏的決定 話說回真熙將軍夏侯玄幾次攻打蜀漢不利後 公元249年 魏國的內部發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曹爽代表的曹氏宗親 與司馬懿家族的政變鬥爭 史稱高平林之變 事件結束後呢 曹爽和他的家人都被誅殺 從曹操一路傳下來的曹家基頁 可說名存實亡 改由司馬家掌握大權 關於政變經過呢 我未來會另外做一支影片詳細說明 我們知道曹氏諸子與夏侯兩家之間 是同氣連之 存亡齒寒 這次事件對於夏侯爸的影響是什麼呢 最直接的衝擊反映在他的堂職夏侯玄身上 他被拔掉真希將軍的位子 失去了軍權 而接替的人選呢 這麼巧 就是和夏侯爸非常不對盤的郭懷 夏侯爸仍在前線啊 得知曹爽過世 夏侯玄被撤換的消息 心中警鈴大作 知道這兩人就是象徵著曹氏宗親的頂梁柱啊 他沒倒台呢 那就代表無力回天了 於是呢 夏侯爸幾經思考後 做出一個扭轉下半場人生的決定 他要跳槽到蜀漢陣營 而在《衛士春秋》這本史料中 甚至還記載 夏侯爸出發前呢 找來職兒夏侯玄討論 想要邀他一起走 不過夏侯玄果斷拒絕了 他認為自己怎麼可以為了狗活 而甘心投奔到敵人陣營呢 講到這裡 觀眾朋友一定疑惑啊 夏侯爸 你難道忘了夏侯淵在定軍山的遭遇嗎 哪裡不好去 偏偏選擇殺父仇人的陣營跑 我們待會會細細說明其中的原委 且看前頭啊 那淑子兩個人呢 一言不合 分道揚鯛 而不知該說是信與不信 夏侯玄回到京城後 成為曹家救世力的看板人物 他當過正守一方的將軍 人品又好 受到敬重 但這樣的角色怎麼可能見榮於 想要鞏固權力的司馬家族呢 在司馬懿過世後沒多久 公元的254年 夏侯玄就被捲入一樁謀反案件中 被判東勢處斬 同時呢 株連三族 當年啊 他也才不過46歲 我不禁想問啊 這算是求仁得仁嗎 在鏡頭的另一邊 夏侯爸告別侄子後呢 就帶著自己的親信隨從 取到殷平小路前往易州 不料啊 山路錯綜複雜 他走到腳都起水泡了 還是找不到出口 最後呢 迷失在山谷中 吃光了糧食 甚至被迫要殺掉坐計來衝擊 幸好 蜀漢的情報網很靈通 打聽到啊 有這個大人物出現在國境之北 連忙派人去接應 這才把狼狽不堪的夏侯爸帶回成都 叮咚 問題來囉 我們前面講到 夏侯爸投奔有殺父之仇的蜀漢 好像很奇怪啊 而這邊 蜀漢願意接收一個曹魏的皇清國妻 難道不奇怪嗎 其實解開這一切謎題的鑰匙 藏在我們的張飛身上 還記得我們在 胡子哥也懂浪漫 張飛的愛情故事 這支影片中提過 公元200年時呢 劉備在徐州拜給曹操 和兄弟七小失散 他本人逃往北方 而三弟張飛呢 則躲到曹操領地內 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 這一天啊 張飛閒來無事出門走走 竟然就在路上呢 遇到一個十三四歲的可愛女孩 當下張飛就掙脫年齡的枷鎖 擺脫世俗的眼光 把這個小妹妹呢 帶回家當作壓債夫人了 說書說書 說的就是無巧不成書 這個小妹妹呢 本姓夏侯 她是夏侯爸遠房的堂妹 而夏侯妹妹呢 要喊夏侯淵一聲廟才叔叔 因此在魏略中有記載喔 當初夏侯淵陣亡後呢 張飛的老婆有特別請蜀君 安葬自己的祖叔 這段關係喔 還沒有走完 張飛後來生下兩個女兒 都陸續成為後主阿斗的皇后 換句話說呢 阿斗還是夏侯家的姻親呢 而且這段關係有得到阿斗親口證實 我們把鏡頭拉回成都 時間來到張飛迎娶夏侯妹妹的半個世紀後 阿斗在皇宮中看到面容憔悴的夏侯爸 連忙上前安撫他的情緒 你父親啊 當年死於兩軍對陣的戰場上 並非我爸劉備親自下的手 希望啊 你能見諒 緊接著呢 再來個溫情告白 阿斗指一指旁邊的兒子說啊 這是我的心肝寶貝啊 他母親是你堂妹 算起來還是你的外甥啊 傳聞中呢 阿斗收留了夏侯爸之後 對他是相當重用 某種程度上 蜀漢對於翔將的包容度是高的 儘管有一部分本土派對於夏侯爸心懷借地 但當時呢 主導北發軍備的姜維 原本就是曹氏企業跳槽過來的啊 或許是這個原因喔 加上後主阿斗也願意體諒 使得呢 改批蜀漢戰袍的夏侯爸 仍然有不少發光發熱的機會 譬如呢 他常和姜維一起討論啊 該怎麼棒打老東家 還提醒姜維喔 那裡有個叫中會的人啊 最討厭了 又或者呢 在郭懷過世後呢 他也和姜維聯手北發 在陶西會戰啊 敵道之戰等重大戰役中 都沒有缺席 看過有一些文章說啊 夏侯爸投奔蜀漢後被孤立啦 憂鬱致死啊等等 我個人覺得呢 論信賴喔 他當然比不上那些血統純正的老臣 但他在蜀漢不僅有擔任到狙濟將軍 有帶兵出征 甚至在死後呢 還有被追逝的紀錄 如果說這樣叫做孤立喔 你們有顧慮到那個馬超的感受嗎 欸 不好意思 孟起啊 躺著也中槍 比起是不是被重用啊 其實夏侯爸呢 還背負著另外一個罵名 那就是他背叛宗族 放著他指指夏侯玄一個人對抗司馬家 最後還賠上一條性命 關於這個批評呢 如果要從傳統家族倫理的道德去評價 那夏侯爸還真的百口莫辯啊 對啊 你就逃走了嘛 但隨著時過境遷 回頭去想夏侯爸當時的處境喔 司馬家已經取得政治上的絕對優勢 多一個人回去陪侄子送死 保全一門忠烈的名聲 可是如果夏侯爸在意的不是身後名 而是有生之年想要在戰場上證明自己呢 從個人的角度去看 夏侯爸離開曹魏加入蜀漢的決定 反而是一個相當明智的抉擇了 順帶一提 夏侯淵呢 生了好幾個兒子 其中他第四個兒子夏侯威的後人 在晉朝啊都還有當官 和司馬家呢也有姻親的關係 換句話講呢 即使要用家族新王的大帽子來壓人啊 夏侯家也沒有真的斷香火的危機啊 夏侯爸表示 那為什麼你們都要逼我呢 沒錯啊 每個時代呢都有每個時代的社會價值 有些人的價值取捨呢 也許不見容於他出生的年代 家族與個人之間的利益拉扯 可以說是亘古的難題 但幸好呢 透過史料的傳承 讓我們在相隔多年以後 還可以透過影片 扮演一個跨越時空的傾聽者角色 從傾聽到理解 大家聽說書也能聽出真感情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也別忘了 一個訂閱一份情 打開小鈴鐺 期待和你再相見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支持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